《笑傲江湖》 找馬來西亞YouTuber代言 為什麼會被罵翻? Hello,大家好,我是馬來西亞男孩周冰彥 我是陳學生 相信最近大家在滑臉書或者是上YouTube的時候 都會背一個廣告,洗版就是《笑傲江湖》的手遊廣告 雖然他們找來的都是人氣超級無敵高的馬來西亞YouTuber 包括已經破百萬訂閱的Cody、彤彤、Steady Gang、Jeff and Intira、TriP等人來代言 但是卻引來網民的罵聲一片 到底這支廣告出現了什麼問題?網民為什麼這麼討厭呢? 我們今天就整理了這個網民的留言 總結出五大點 其實有部分的網民本身就是笑傲江湖的玩家 因為遊戲的體驗不好,所以遷怒在廣告上 有網民投訴遊戲太卡、遊戲占空間太大 下載太耗時 也有網民投訴遊戲如果沒有充值的話 台名就會墊底 也有部分網民認為應該把錢用在提升遊戲品質上 或者多給玩家多一點福利 而不是把錢都砸在廣告代言費上 第二,廣告品質太差 《笑傲江湖》的YouTuber廣告 除了台詞一樣 畫質、燈光、剪接、巧色、收音都差強容易 給人很low budget、很沒有誠意的感覺 有網民拿出國外的版本和馬來西亞版本的廣告做對比 國外版本的廣告製作非常精良 對比之下,馬來西亞版本的廣告就顯得非常不用心了 其中一張海報還被眼尖的網民發現 而且Intira的手被切掉 第三,造型不符合遊戲劇情 很多網民認為 代言者應該要符合遊戲劇情的造型 本地的廣告中 Jack and Itira 林上進、Bryson都沒有穿上古裝 雖然部分的YouTuber有穿上古裝 但是對比國外的版本 感覺就像是臉價的cosplay 大部分YouTuber的這個古裝造型都被網民吐槽 只有Anima的造型被網民認可 有網民認為 既然收了代言費 YouTuber就應該在造型上多花一點心思 第四,找做代言人 不少玩家都覺得 其實遊戲廣告應該要找回玩遊戲的YouTuber來代言 而不是找沒有玩遊戲的YouTuber來代言 有玩家留言說 如果是老吴或者是松森來代言的話 他就會支持 第五,廣告打太兇 相信大家最近只要一打開臉書或者是YouTube 都會常常看到他們的廣告 就連我自己的視頻前面也常常出現他們的廣告 笑傲江湖新馬版的這個廣告打得太兇了 而且有些還不能skip 所以就影響了很多人的看片心情 所以導致到他們非常的不滿 以上就是我們所總結的 網民不滿 笑傲江湖新馬版廣告的五大重點 不知道你又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這個廣告還算蠻成功的 因為它真的是引起了全馬網民的討論 如果這個廣告拍得太精良的話 搞不好沒有人會認識到這款手遊 我就覺得呢 這些YouTuber被罵了 其實我覺得商家也有一點責任 因為怎麼說呢 如果我們有仔細去看的話 YouTuber本身在他們自己頻道拍的那些廣告 其實畫質不差 對,其實也拍得很好 有一些啦 對,反而是這幾個看起來是統一一起拍的 反而他們的畫質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商家的一個疏忽 其實就有很多的網民 針對這支廣告 留下了 dislike 留下了負評 就有一些人阻止說 我們不應該這樣子 我們不應該批評YouTuber 我們不應該成為這個網絡霸凌的酸民 但其實我覺得 我們不應該把所有留下負評的人 都標籤為酸民 對,因為就算是我平常去看電影 我覺得一個電影很難看 我有時候也會在網絡上留下一些負評 負的影評 或者是有時候去打包書 覺得書很難吃 我也會在網絡上講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權利來的 然後我在整理那些網民的 這些不滿的情緒的時候 我發現到其實他們都有合理的原因 只是他們表達的方法可能有點過了 就像你說的 他們可能是覺得遊戲不好玩 但是他們所說出的一些話呢 我覺得啦 在某些程度上是有一些語言暴力的成分在的 然後甚至有可能做出了人身攻擊 但還是像你說的 我覺得不喜歡一個東西說出來是對的 我覺得我支持 但是可能我們要小心那個用詞囉 我們有dislike的權利 但是不代表我們有這個語言暴力的權利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們兩個人的分析的話 就記得按讚、分享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YouTube的朋友呢 就記得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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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覺得為什麼是要講 無必要找我們打廣告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紅哦 讓我們聽見成功的到來 How you like